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针对这一件我们最近可能常在电视上看到艺人的私事 其实这个部分呢到底谁对谁错 或者有什么样的一个内幕我们都不了解 那只能从旁人的放话或是当事人之间的这种 知智片语去做一些揣测 不过呢这个部分我们不谈它到底本质怎么样 我们谈的东西呢其实比较要了解的 大概会是在整件事情里面婚姻的效力 以及所谓的未来所衍生出来的一些听众朋友 可能自己会遇到的法律问题 那么首先在这个事件里面 比较有意思的是婚姻的效力 也就是说呢在这个星期里面我们看到的这则新闻里头 这对艺人呢他的情况是两个人在美国有登记结婚 台湾没有 那各位常听节目大概都知道 所谓的结婚啊在台湾过去我们采取所谓的仪式婚 仪式婚就是公开仪式两个人以上证人就可以成立婚姻 那这个部分当然衍生很多的争议啊 所谓衍生很多争议就是说 去想哦什么叫公开仪式 请客办桌当然算 但如果几个人在KTV里面没有上所 两个人就说我们结婚了这样算不算 那如果当天只是开玩笑 日后各自分散 突然有一个人不知道哪根筋不对去告对方说 哎你重婚啊那一天你跟我结婚了 那这样又该怎么办 所以延伸很多很多的这些光怪陆离的 这个结婚无效的过去 在这个情况之下哦 立法院后来把结婚要件做修正 就是说以前的仪式婚 在修法之前的仪式婚 我们就算了就认为它有效 但修法之后 我们改成登记婚 也就是不管你们有没有办仪式 只要到护证事务所办登记 那就是婚姻成立了哦 那当然这个要有书面 还是要两人以上证人 这个大概没有什么问题哦 但是跟以前的公开仪式比起来 这样的登记比较客观比较明确 这大概没有问题 好在台湾结婚是这样 那么其他国家呢 每一个国家的结婚都不太一样 尤其是美国哦 那么在美国呢 他们各州的州法都不当相同 所以以我们举个例子哦 假设在拉斯维加斯结婚 很多人喜欢在拉斯维加斯 因为拉斯维加斯结婚很简单 他一样是公开仪式 就会生效 那到拉斯维加斯结婚以后 如果有合乎当州的法律 这时候回到台湾来 能不能主张说 哎呀那不过就是游戏好玩的 当然啦 如果两个人都认为没有结婚争议 欠缺结婚争议没有问题 但如果没有办法举证 是否有结婚争议 而当时确实有公开仪式 也有证明 比如说有照片 有所谓的结婚登记证书等等 这个时候即便没有在台湾登记 基于我们的涉外民事适用法的规定 我们有一个涉民法 涉外民事适用法 这个涉外民事适用法的讲法就是说 当本国法跟外国法 有一些禁合或冲突的情况 应该怎么适用 所以叫民事适用法 假设你在国外的婚姻 符合当地的结婚规定 这个时候在台湾我们也承认它的效力 所以如果我们在美国 用符合美国当地当周的法律结婚 这个时候回到台湾来 那这个婚姻就生效了 不因为没有去登记 而不生任何效力 但这个时候曾经有其他的朋友 问过我类似的问题 他说那如果我是以阿拉伯当地的法律 比如说有些伊斯兰教国家 他可能同意一夫多妻 那这一夫多妻的情况 我在某些伊斯兰教国家 我可能有三个太太 两个太太 这时候我回到台湾 台湾法律会不会承认我 有这样的一个结婚的生肖 要见 基本上不行啊 为什么 因为这涉外民事适用法 我规定 国外的法律 不能违反公序良俗 那台湾是强调一夫一妻制的 那么一夫多妻制 一妻多夫制 都违反台湾的公序良俗的规定 那么当然强制规定也违反 就是我们的民法规定 就是只能一夫一妻嘛 不然会有重婚罪的问题 换句话说 在这个情况之下 那倘若我们在国外 用符合当地国家的一夫多妻制 回到台湾来之后 还是只有第一个婚姻有效 其他的婚姻 台湾还是不承认的 会有重婚的问题 所以呢 从这样的一个标准来看哦 如果说有人主张 其实根本不用离婚 因为两个人婚姻 没有在台湾登记 就不生肖离 这个恐怕 比较不能够成立啦 这是第一点 那么第二点 回到这边来看哦 那如果将来要离婚怎么办 我在台湾没有登记嘛 那两个人是夫妻嘛 比如说 他可能在新加坡 在美国 在其他国家 日本等等 他已经用当地的法律 去这个 有办了结婚的仪式 或是办了登记 但是 在台湾没有登记 没有登记结婚 在台湾的户籍是一片空白 这时候怎么办 这时候呢 就要先去登记 先去台湾登记结婚 登记完结婚之后 可以当天离婚 等于说 我们拿当时的结婚的证明 到户政事务所去 就可以回溯到那一天是结婚 他的登记时间会是那一天 那么 就是说 就等于你的结婚时间那一天 结婚时间那一天之后呢 你的离婚时间就是当天 那这个时候就会出现说 看起来好像是离婚跟结婚都同一天 但实际上他在户籍资料上面会记载说 你们两个人在某年某月某日 在马边结婚 那现在呢 来登记离婚 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所以 基本上来说 就 异国婚姻来讲 会比较麻烦 但是 不要认为说 异国婚姻就是无效的 在不违反公序良俗强制规定的情况之下 外国婚姻只要符合当地法律就有效 好 这次先跟听我朋友做介绍 下一步我们要来看的就是 那么 如果离婚啊 是不是什么理由都可以离婚 我们在过去最常听到的就是个性不合啦 个性不合很麻烦 因为 我们台湾的婚姻法 还有一些所谓的道德层面在里面 就是我们的1052条第一 第一项跟第二项 其实都还有一些道德的考量啦 所谓道德的考量就是 我们常讲感情没有对错 有一天走到了终点 那其实你说 这20年 这10年谁对谁错 很难说啦 但是呢 当两个人讲好 自己去协议离婚 当然不会有对错嘛 讲好就好了嘛 纵然有对错也是放在心里啦 或者是亲朋好友 大家自己知道 可是如果讲不好 到了法院去 法院就要判对错 什么叫判对错 很多听众们来听说 律师啊 我们分居六个月 是不是就可以离婚啦 或者是我们其实两个人个性不合 已经吵吵闹闹很久了 是不是可以离婚啦 其实这个部分在我们 一般人来想 都很想当然了 特别是美国影集 看多了都觉得 离婚这个也不是什么严重的事情嘛 但是如果你拿回来看 以台湾的婚姻法来说 就是我们的亲属编1052条 来说 他在这方面的道德 要求的还蛮重的 也就是说 假设今天要以某些特定理由来离婚的时候 你一定要有一些 让法官主义觉得 提起的人没有错 或是说 提起的人比被提起的人 错的要少 婚姻当中 可能男生 他跟别的女生有暧昧 但是女生却通奸 所以暧昧跟通奸比起来 暧昧比较不严重 通奸比较严重 所以男生有资格提离婚 女生不可以 这个部分就是我们讲说 过失的问题 你们两个人都有过失 但是 提的人过失要少一点 被提的人过失要多一点 法官才会判 这种 我常讲 法官开庭 一般来说开离婚庭 曰莫 以调解如果法官不介入 正常的离婚庭 大概你说法官可能开个四次到五次 四次到五次 一般开庭的时间 可能是二十分钟到三十分钟 换句话说 我们可能要让法官在一百五十分钟之内 快速的快转 这对夫妻的婚姻生活的一生 结婚十年 他用一百五十分钟来省事这十年 其实对法官要求蛮高的啦 因为对于法官来说 他也不知道 你们婚姻当中的一些大大小小口角 谁对谁错 那两个人不同房 到底是谁先不同房的 那当时也没有时光机 也没有录影 也没有录音 那怎么去判断谁对谁错 有录音的这个是现在开始录音 可是以前没录音的时候 搞不好是有录音的这个人 做的比较多错事 怎么办 那法官只能看证据啊 因为两个人各说各话 传的证人每次都是 男生去传婆婆公公 女生去传岳父岳母 然后两边各自家人就开战 然后开战之后 传的话都是两边各自讲的 对各自有利 各自解读 其实非常为难法官啦 因为对于法官而言 你们讲的话都是这样的啊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就会变成说 以离婚来讲 其实没有我们想的那么简单 两个人如果可以好好谈 法官就不会介入 因为这毕竟是 比较属于家庭的私事 包含小孩子的侵权行使 就我们俗称监护权 要怎么归属 小孩子谁来照顾 财产钱怎么分 这些我们已经在节目都讲过了 这些部分你们自己讲好就好 那当然有一个部分 我一直要强调就是赡养费 很多天我们有把赡养费跟抚养费 常混在一起 所以每次我在咨询的时候 都要问清楚说 你到底要问赡养费还是问抚养费 赡养费是给配偶的 抚养费是给小孩的 因为离婚就不会有抚养费吧 离婚的就没有抚养义务 夫跟妻是互付抚养义务 离婚的还是夫妻 所以没有抚养义务 基本上来说赡养费是给另一半 这个到底可不可以请求 两个人讲好就没问题 所谓两个人讲好就是 先生为了要求离婚 或太太为了要求离婚 同意付一大笔钱给对方 来换取离婚的机会 在这种情况之下 没问题啊 你们讲好就好了 可是如果当中有一个人不愿意 那就要走法院 走法院的时候 当然第一个 我们还是回到刚刚讲的嘛 你要判对错嘛 谁对谁错嘛 那另外一个部分就是 当你判断谁对谁错完之后 好 我可不可以跟对方要赡养费 赡养费这种东西是怎样 法律要件非常非常的困难 这个法律要件必须要是怎么样 必须要是请求的这个人 在婚姻当中毫无过错 毫无过错 婚姻当中毫无过错 有难度啦 平良心讲 好没关系 第二个 就当他毫无过错好了 第二个 必须要是 在因为离婚而陷入生活困难 也就是说呢 我们法律上的要件 非常清楚 离婚之后 你就会陷入生活困难 那没有谋生能力 那么这种东西 我们一般视为 婚姻生活当中 抚养义务的延长 所以延长也不会太长 一般来讲 大概延长个两年就蛮多了 什么叫你像 这种观念其实 比较古老 他觉得 他是以父权的角度出发 他觉得女生 跟先生一旦离婚之后 他没有谋生能力 这个在过去就很有名 过去 在宋朝有个理学家 人家就问他说 那个老师 如果老公死了 那太太改嫁可不可以 那个理学家就很严肃的说 不可以 然后就问他说 学生就说 为什么 女生 如果先生死了 他没有财产的话 又没有再跟别人 不能跟别人结婚 很可怜 会饿死 然后那个老师就 很严肃的跟他讲 我告诉你 妇女 饿死是小 失节是大 你饿死就算了 这小事 但是你失节 你改嫁就是失节 怎么可以 那他是基于这种观念 慢慢延伸过来的 最后会变成什么 我们都假定女生就很惨 离婚之后就没有谋生能力 限于生活困难 所以说来 这个男生啊 人家都没有错 你莫名其妙把人家离掉了 是不是该付点钱 让他能够出外找工作 渡过难关 自立更生 他是基于这个观念来的 不要去想什么 美国人那一套说 哎呀 我们觉得美国人他有 什么什么 一次就明星离婚 赡养费几百万美金 这样 没有啦 台湾没有这样的规定 所以 赡养费 这个部分一般来说 真的让法官判就是零 或者很少 大概就是给个五千一万 给个两年 也就是我们刚刚讲的 帮助失婚的人 度过经济难关 大概是这样的观念 那那就有人想 他说 这样不公平啊 那我跟他之间 在这段婚姻关系当中 我们所累积下来的怎么办 这时候呢 其实就要回到财产制去看 如果有一方很会赚钱 有一方不太会赚钱 那当然 在离婚的时候清算 就是会赚钱的人 累积下来的钱 跟不会赚钱的人 累积下来的钱 两个人相减 相减之后 除以二 多的要给少的 就是那一半 就这样子 那这个观念 其实他跟赛养费 就不一样 他是指 婚姻关系中 两人对于婚姻的贡献 谁比较多 谁比较少 比较多的 钱赚比较多的 并不代表 你对于家庭生活的付出 就会比较多 可能赚比较少的那个人 对于家庭生活的付出 反而是多的嘛 所以这个时候呢 我们要来清算 这个家庭生活 已经要结束了 最后面的这些东西 也就是这些财产 那这些财产呢 其实 基本上我们可以容许 就是回溯到 离婚前的五年 如果有人 在五年前 就想离婚 就想脱产 我们认为说 对方真的是在做 蓄域脱产 也可以请求法官去调查 那当然这调查 其实不太容易 有曾经遇过一个 很诡异的情况 就是 先生在离婚前一年 包了红包给爸爸 说要过生日 包44万 这也很诡异 包红包包44万 但总之 他就包了44万 这44的数字 其实是不太 不太好的啦 但反正他就这么说啦 因为他从他的存折里面 看着你的44万 然后答辩的时候 他就说 这个钱我是给 这个 我这个钱我是给 爸爸受验的红包 那女方就要求法官说 这笔钱要纳回来分 然后法官后来 就传爸爸来 爸爸就说 有有 他真的包了这个钱给我 那你也没办法 你要证明脱产 不容易啦 大部分可能都是 不动产 在做移动的时候 可能会有这些问题 好 所以呢 当我们回过头来 看这些问题的时候 可以发现 其实如果 两个人 做协议离婚 事实上可以谈的条件比较多 那 当然啦 我们还是回到原点来看 因为今天时间的关系 我没有办法讲太多细节 而且很多细节 其实过去也讲过了 我觉得现在最大的问题点 在于说 如果协议离婚 会比裁判离婚 也就是一个无关的第三人 来判来的好嘛 那你就要思考啦 你们两个协议离婚 你最重视的目标是什么 不要老是讲说 我离不成婚 天下没有离不成的婚 只有付不起的代价 你愿意 你最爱的是什么 你爱自由 你就答应人家 其他的条件嘛 例如说 侵权 这个财产 你都答应 这个我们以前开玩笑 叫晋升出户 如果今天你在意的是钱 那你就不要答应离婚嘛 不要犯错嘛 你答应在意的是小孩 那就好好的顾小孩 用这个跟对方来谈一下说 应该怎么好聚好散 价值观如果自己不能确定 不能够确立自己要什么 恐怕未来在协议离婚上 会有很多的困难 好 实际关心 我们先休息一下 广告后来我们开放call in 我们电话是 0283693398 0283693398 待会见 欢迎回到酒吧新闻台 每周晚上8点播出的 吕秋远时间 我是吕秋远 我们接下来开始 接听听众朋友的call in 我们电话是 0283693398 我们邀请第一位 杨先生 杨先生你好 律师你好 你好 律师不好意思 我就是我朋友啊 就是他前一阵子 他有就是 因为我比较懂一点点法律 他就是有个票据法的问题 就是他之前 好几 大概十几年前 有帮人家就是签一个本票 然后他 我后面有去调他那个本 因为他现在工作被这个执行 嗯 然后我就去调他原本的 他原本是华联 可是那个因为他的公司发 薪水发的是新北 所以后面从移安又移到新北 然后新北现在已经在执行 然后我们去调 有去问外面的律师 然后律师说去调原本的新北 看月券说看有没有什么 里面一些资料 然后呢 那现在本票他 我们看到那本票是 他有写发票人跟三个共同发票人 嗯 对 那这部分他的球场到底是 他是共同发票人 共同发票人他可能当时有去做本票裁定 那这个 资料人是可以跟这一个发票人跟三个共同发票人 是平均请求还是可以 我喜欢跟 我想要跟谁就跟谁 所以他 然后他请求完之后 他再跟其他两个人去请求 所以发票人跟 共同发票人是等于吗 等号吗 都一样意思吗 还是发票人需要付的比较大 然后共同的比较少 没有一样一样一样 都一样 那如果假设好 资料人有100万 跟假设一个发票人 三个共同发票人 总共四个人 如果他跟一个人要100万 那其他的不一样 那其他可会 这个被要100万 可以跟其他三个人说 我们平均雪人每个人25万 他去找啊 对啊 去找他们啊 法律上是OK的吗 嗯 再去告就好了 那我们有去 后面有去提 那个有律师说 你去提看看 就是反正就假一天多块 他总共是要执行十几万 那你去评看看 去打那个 确认本票债权不存在 可是现在很奇怪的是 那个我这个朋友收到 那个草妙就写 原告需就是辩论庭 然后原告需 举证说原本的一些证据 对啊 举证责任在原告啊 那我们要怎么举证 什么举证 他就是要去主张说 我没有欠钱啊 我没有签这个本票啊 我们没有 我告诉你啦 你会去签那个本票一定有原因啦 嗯 他可能比较类似保证性质啊 呃因为他我朋友他很 他很诚实说确实他签 可是他现在要主张的是 嗯嗯 因为其他的律师是说 你拼看看 看他的本票的是不是有 三年还是多久 票据法是不是 当中有lost掉 他已经十几年 是不是跟他拼看看 没有啦 那个 那个我跟你讲 那个有很多种打法 你一种打法打债务 呃就是债务人益之数 嗯 一种打法是打确认本票债权不存在 可是打确认本票债权不存在 一般是打原因关系 如果他要去主张说 当时这个本票根本就过三年了 那要去打那个意义 就是你要对本票去做意义 那又不一样 我们当初写说本票 我们是那个意义之数 哦 你对本票是意义 没有那只能意义 嗯 那不能意义之数 所以你到底是哪一种 你要问清楚 所以当初写 如果你是指 又确定 还是到时候可以跟法官说 我要这两个一起 还是不行 不行啦 不行 我跟你讲哦 你如果对于 本票的形式上 真正 有意见 哦 你可以针对这个本票去做抗告 哦 针对这个本票财定去做抗告 这是一种 对本票的真正 或形式 比如超过三年了 这个你去做 另外一个 如果说你是主张说 这个本票的原因事实关系 根本就有问题 那你就是去打本票的这个 确认债权不存在 的这个诉讼 哦 不存在就是这个本票是不是 是事实 是跟不是 是不是有这件事情 是不是 当时有借款关系啊 或是什么原因 这个就要讲 啊 所以他 那如果是执行程序上有问题 比如说我钱已经还了 他却还来告我 那就是做债务人意义之数 每一种都不一样 所以当初写的那个民事的那个 状纸的 开头 那个就是很重要 哦 不是很重要是你要到底要 主张什么很重要 到底是哪一种原因 形式上有问题你去走抗告 实质上有问题你要走 确认本票债权不存在 如果是你觉得今天基本上 这个执行有问题 那你要去做的是债务人意义之数 不一样 因为现在比较有机会的 因为他也承认说确实他签嘛 这个是事实 只是现在跟他拼说 有没有在票据把那个几年内换一次 如果当中没换 跟他拼看看 呃 好啦 你要拼就拼啦 不过说真的 别人借钱给他也是事实啦 有时候也要考虑到 所以如果去拼看看 那个本票没办法换 你刚讲的那是什么 是抗靠还是 那个叫什么 什么啦 哪一个 就是他的票据 他的程序当中 有确实几年内没有 依照票据法没有换 然后他又要执行是有问题的 哦 那个是那个债务人意义之数 哦 啊如果假设确实真的 那个不是法院要调吗 法院不能去 你要主张嘛 啊所以我们请法院调也可以 可以去主张看看 啊那天辩认主要的工坊 主要是就是 请法院调就这样子而已 我不知道你告什么 所以我只能跟你讲 三种不同的 那如果好真的调出来 确实他超过那个期限 那这基本上是一定会赢吗 还是会负责 有可能 有可能 我不知道他有没有其他事情啊 这个你 你要去问当时建议他提告的律师啦 因为我对案情 我只跟你讲 法律上你可以怎么做 那我可以 我跟他没有关系朋友 他可以用那个代理人 然后请我委任 如果你是法律系毕业 法官或许会特准 不一定 那正在读法律 不是法律系毕业 好吧那你问问看嘛 法官可以准啊 可以 那我就可以帮他去那个 你叫他去找律师啦 好 谢谢你 好辛苦了 谢谢谢谢 拜拜 好的我们要请下一位陈小姐 陈小姐你好 律师你好 我想问说 若要抚养兄弟姐妹 那只看我本人的收入 还是也会看配偶的收入呢 原则上是看你的收入 就是看我本人 是的 不会影响到配偶 原则上是看你的收入 那会看存款吗 因为你配偶是你的 配偶是配偶的钱 又不是你的钱 对啊 那会看存款吗 还是只看收入 原则上他会看的是 原则上第一时间看 一定是掉你的财产 所以他是看存款 没有错 不动产啊 动产啊那些东西 原则上 所以是看财产 原则上是看财产 对 然后我配偶的财产 是不会被看的吗 不会啊不会啊 他没有理由啊 对 好谢谢 好拜拜 不过刚刚那位听众朋友 我会建议你 你也可以主张一个东西 因为通常 我觉得台湾人 还蛮敦厚的 一般对于养爸妈 都不会有太大的意见 真的到了 被击到不想养爸妈 一定是有一些因素 这个因素 或许是觉得说 爸妈以前弃养我 或是爸妈以前 都有所谓的 家庭暴力的行为 一般我们常见 像家内性侵 或是说 辱骂 殴打 这些 有伤害等等的 这些问题 其实我觉得 这种官司要分两个层次来做 第一个层次是 先去主张一件事 就是说 我们认为当时 这个父母 对我们并没有 善尽保护教养的义务 那么甚至有所谓的 遗弃的问题 那么 这一个层次 其实可以主张调查证据 调查证据 一般而言 可能包含去问 所谓的 当时的家族的成员 或是问邻居 都可以 那么第二个层次 才是针对 如果假设说 证明出来 确实有 未尽抚养义务 但是并没有到 如此重大 因为一般 有两种情况 一种叫 减免 一种叫 就是 减低 一种叫免除 减免 两个称词 减低或免除 如果是以减低来讲 一般来说 他的情节 不需要太重大 但如果要完全免除 因为毕竟爸妈 过去有养我们 那如果说 今天没有养我们的情况 一般来讲 要到重大的地步 那倘若法官认为 确实有一些问题 但还没有到重大的时候 那这时候法官在处理 这个所谓的 呃 免除 抚养义务上面 可能他的做法会比较 温和一点 所谓温和一点就是说 好啦 那大家 几个兄弟姐妹 是不是根据你们的财产 就像刚刚那位 天后朋友在问说 我妈妈 我的配偶 会不会被算尽 我要不要抚养 我妈妈 爸爸的这个 这个权利里面 一般是不会 就算个人的财产之力 去抓一个数字 比如说 可能一万五两万 用这样来做判断 其实说真的 有些 爸妈 他还不见得愿意 小孩子 要抚养他 为什么 因为就社会福利的比较来讲 如果真的小孩子 不抚养他 他有那个确定判决 他也拿那确定判决 去社会局申请补助 那补助 说不定还比较高 有的是比较高的 所以其实就这个观点来看 法律诉讼程序是一定要走 那但是我会建议说 当我们在进行诉讼的时候 可能要走 就可能可以考量的部分 就是第一个层次先打 原因关系 第二个层次才去增值这个数额 那如果数额感觉起来 没有差别很大 其实说真的 家家有本来念的经 有时候 我们在处理家事案件 我也不知道怎么跟当事人讲 因为 可能当事人就是会有一些怨 或者有一些 不知道怎么去解释的一些感觉 但是 其实这么说 如果在能力所及来讲 可以帮忙 就尽量帮忙 那因为这个抚养义务 它其实有分 分成一个叫做 我们讲说一般的 等于说跟自己的配偶 仔细写尊清楚 背清楚 一样的 就是我们讲说保持义务 另外一种是兄弟姐妹 兄弟姐妹叫做辅助义务 那这两种义务 事实上都存在 就像以前有听众朋友问我说 那如果是自己的兄弟姐妹 日后她怎么样 要不要抚养 要 那保持跟辅助有什么不一样 保持就是要跟自己过得一样 辅助就是什么呢 辅助就是 你自己有3000块 只要给他300块就好 那 这个义务的程度当然不同 可是你如果回到保持义务 假设我们现在一个月 就赚2万多块 3万块 我要养家活口 怎么可能 所以 这个部分 其实听众朋友不必太担心 你就是把自己的所得弹出来说 我就只有这些 我要养我自己一家人 我要承担这么多责任 我可能没办法 那听众朋友做参考 好 时间关系我们休息一下 广告来继续接听电话 02-8369-3398 我们待会见 欢迎回到酒吧新闻台 旅秋远时经现场 我是旅秋远 我们继续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 我们电话是02-8369-3398 我们邀请下一位王小姐 王小姐你好 你好 是 律师你好 我很高兴有您这样的 名牌律师在节目上 为大家做了一个免费的service 你好 没关系 我想国内 国内跟目前外面的 接触这么频繁 这个简直是international 很多女孩子男孩子都非常优秀 因为我们在贫困的状况之下 为什么这个优秀 就是因为 大家都是拼命努力 拼命努力 才有今天社会上这么样的结果 我扯的可能很远 不会不会 您要问我什么样的法律问题呢 法律方面呢 我觉得您在教大家什么什么 我都能够接受 可是我想 有些人不见得知道 要call help 这倒是问题 是不是 是啊 我觉得 我们的政府当局 应该要告诉大家 when you need it you should call out 你需要的时候就要求助 没错 也不要觉得不好意思 是啊 我有个朋友就是有这种案例 他觉得hopeless 而且遭遇的 比外面当初更惨 一般遇到都是家暴 一般遇到家暴 家暴当然是也有 我没有家暴 我那个朋友没有家暴 是 可是就是精神方面让你觉得 我为什么要这样子呢 我前面已经那一段婚姻不好了 我们的朋友的 想法就是这样 不知道怎么走出去 我也不知道怎么样走出去 而且传统的观念呢 早期我们都是出去的 都是 我的讲法是 是 越是优秀的人才可能出去 所以不管红的绿的黄的白的 彩虹为什么不好 如何在一起 有什么不对 是 我扯得太远了 好啦我了解啦 我尽力啦 因为我自己脸书 也在扩充一些法律资讯出去 让大家了解 我刚刚讲的意思就是 您是国际方面法 也是非常非常的 谢谢 我们就多宣导 好谢谢你哦 拜拜 来我们下一位刘小姐 刘小姐你好 刘小姐你好 你好 因为我母亲是介入别人家庭者 那五六十年前 那我的姐姐那时候 因为她是介入别人家庭 所以当时是随便放在人家名下登记 那所以现在也完全找不到 她的生父生母可以登记 那其实我妈妈也已经高龄八十岁了 那她现在有要做一些彩蛋 可是她一直跟我姐姐之间 应该就像您刚刚说的 有些怨啊 有些可是事实上 我姐姐是陪着她一起打拼 那我的意思是想请教刘医师 要是我想要有什么方法 我是用采取什么DNA 能够鉴定我 我姐姐确实是我妈妈生的 能够让她的生母是登记在我妈妈名下 我先确认一下 你姐姐确定是你妈妈生的吗 确定 确定啊 那登记是 她目前登记登记谁呢 现在都没有 找不到 她没有爸爸 她的户口名簿上 没有爸爸 没有妈妈 对 就是这么惨 这么惨啊 请求认领 可是我妈妈就是不愿意 提告 变成要提告 提告 提告就可以 请求强制认领 可是我觉得那个关系 事实上她不愿意啊 那就会变成不是法律问题了 是 我只能说啊 法律上 其实您姐姐 如果今天真的想认主归宗 虽然这个真的很少见 没有爸爸 没有妈妈 这真的很少见 但如果要认主归宗 就是去做强制认领的诉讼 但如果考量妈妈八十高龄了 有这些困扰等等的 那好了 也可以等妈妈过世之后 再去做强制认领 这是可以的 那我能不能请教说 我可以趁现在 现在的时候 我偷偷去做一些DNA的那个 那还是要强制认领啊 哦 不会你做完DNA 护证事务所看你的DNA就说 好 我给你 不行 一定要法院 因为我姐姐是陪着我妈妈一起打拼的 那我自己会觉得 她理应就应该要分 我妈妈要是真的 未来 我了解 没关系 那就是做裁定 哦 就是说等她真的怎么样 走了以后 再来做强制认领 那这时候确认她是继承人 那基本上就可以 因为我还有另外一个妹妹 我怕我妹妹会 会 那强制认领这个东西是法律上的规定 是我姐姐到时候提出来 对对对 没有人敢 那就是她的儿女可以提出来吗 她的儿女哦 谁的儿女 就你姐姐可以提 不行不行 要你姐姐提 因为我姐姐身体也很不好 我不知道到底谁 未来到底谁会先走 谁也不知道 我觉得真的不知道就快提吧 哦 好不好 好 加油 谢谢您 好 再见 拜拜 来 张小姐 张小姐你好 喂 李律师你好 是 我想跟你请教一下 就是遗产分割的问题 什么 就是父亲他 往生了嘛 然后前家庭的话 有四个小孩 然后父亲是在他们 就是长大三十几岁之后 才离开那个家庭 然后有我们后面这个家庭 又有了三个小孩 那我们现在的问题是说 父亲往生 然后现在股票的 股票有些要分割的问题 那分割的时候 有看过就是 可以扣除账仪费用啊 那可是他们最后 最后这一层 他们也没有来参加 那这样是可以扣除的吗 嗯 基本上那个 跟他有没有来参加无关 那因为在分割上面啊 因为他认为说 我妈妈就是 是他们介入他们家庭的 所以他要求 其实他是委婉的说 妈妈要放弃 所以我认为 就是在分割上面 如果妈妈没有放弃的话 其实他是不可能 就是他要一个 那个什么遗产继承表 他是不可能去盖章的 那这样子的话 所以就法律规定就好啦 你看哦 现任配偶一定可以请求 先请求一笔剩余财产分配 分配完以后 那剩下的钱 就当做遗产 那如果现任配偶还在 就是分八份啊 就这样 那如果是这样 因为现任配偶还在 那没错 但是如果他们不愿意 在那个遗产继承表上面 就是盖那个 硬件证明的话 是不是现任配偶 就没有办法 请求财产分配 不会提告吧 就是遗产分购诉讼吗 对啊 然后先主张剩余财产分配 再主张一笔 那个所谓的遗产 两年内要做哦 两年内要做 剩余财产分配 两年内一定要提 那遗产申报 遗产申报 也还是要先去申报吗 那个倒是无妨 OK 那我想再问一下 就是因为我去看那个法条 明法1146条 就是他们完全都没有进 就是爸爸离开他们之后 他们完全没有进 那和抚养的义务 那这个是不是也是可以 就是不行吗 不行 剥夺继承权以前有不肖条款 现在还没过 OK 对 所以不行 所以只能够财产分配 除非重大侮辱或虐待 这个不符合那个调件 好好好 这样我明白了 谢谢李律师 OK 拜拜 拜拜 好 遗产就是一个很复杂的 恩怨情仇 钱要给谁这个事情 我之前讲过了 遗嘱最好讲好 不然以后真的很复杂的恩怨情仇 好的 那么今天时间的关系就不接 就没办法继续接call in了 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结束 谢谢各位的收听 我是吕秋远 我们下周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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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